他还送了一包糖吗 买的送了你想多了吧 我还我还以为 因为油价高了人家还送我 我还以为这里油价贵 他还送糖还是咋的 这边的油价 零号柴油8块3毛7 负29块3 加满了 我们这往前面还有15公里 就到谷歌王朝了 我们到那里去看一下 一会儿又要原路返回 因为就只有一条路 他都想吃 他一听见那种塑料袋子的声音 他就特激动 只要一听见那种塑料袋子想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啥都吃 你看你这嘴 吃成啥样去了 吃点东西 这边的感觉有一点像那种黄土高坡的感觉 全是泥土 真的呀 全是那种 鼻孔里面全是闻着那种泥土的芬芳 真的呀 这个路修在 这个泥巴堆堆耗耗里面里 这边的路挺窄的 让咱房车宽的和那种大货车 汇车的话 完全都要开到边边的路沿上面去 看着还是挺壮观的 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看个一两次的话 那天天对着这玩意看的话也会看你 他形态不一样 而且还有成一种什么形状 这得慢慢去欣赏 嘿嘿嘿 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吧 你看着他像啥就是啥 应该到了吧 我们 就是前面 那个泥巴堆堆上面 不是 这么出名的一个景区 最少变成我嘴里面感觉 嘿嘿 这一段的路好烂 还没有硬化 可能要开到那前面去买票 对 这么多车也来前面 这个大哥怎么这样走呢 你哪个越野 怕是走到上面稳当一点哟 大哥 不然你那越野就 可惜了哟 他这玩意咋以前 那个骨骼 那个年代对不 那个皇帝咋选职选 在这个地方呢 寸找不选的 对啊 咋不选好一点的地方 在这里吃啥 可能以前吃水都飞进去 所有人都消毒啊 你不进去也要消毒 所有人消毒 OK 快来快来快来 怎么买呀票 票现在所有人都是半价 三十五元 看这里我都贴了 三十五元 看这里我都贴了 三十五元 三个人 三个人 一百零五 这是门票的 需要身份证吗 导游上面便行 不要 导游直接上面就找 你们三个其中一个人代表东西 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代表东西 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代表东西 中国雄居西藏西部 嗯 这个图片就是以前的那种是吧 以前的谁照下来 以前有照相机吧 十世纪到十七世纪 这几百千吧你啊 走了一半啊 还有这么大一半 不知道这边海拔多少 因为没有没有看手机 应该也不低吧 这边的海拔 反正走着是特别的累 在这半身要休息一会儿 看着还是特别的壮观 这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特别的壮观 要爬到最上面那个顶的话 可能还要爬半个小时 咱俩的身体状况 慢慢的 那外面也 特别的开阔这里的视野 真的以前的皇帝就感觉 放眼望出去整片江山全是他的 真的有那种感觉 这么多洞 这里面是哪来干啥的 这也不像是住人的呀 坐吗 这这边只能坐着呀 睡也睡不下呀 还有好多被那种烧过的痕迹 这里面感觉 这里面感觉还挺宽敞的 挺宽的 好凉快啊 感觉这里面 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感觉 外面好热 在这个角度看的话 更巴适 你在那个洞口那里去 看一下绝对巴适 对巴这一眼望出去 没有望到在这下面 而且雪山那边 好宽广 特凉快在那边 感觉这个不知道是拿着干什么 不知道 这边要 请一个那种 导游 讲解才行 像我们这种从看的 只能看一下稀奇古怪 而且我们一路上面都没有看见有人请导游 都是 自己来看的 站着拍照的比较多 对 基本上你看那下面那黄衣服 那美女也是 在那里摆布 在那里照 看一下人类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每个人过的时候 都拿手 这样去弄一下 这么一整的 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摸一下就掉一点 每个人过的时候都摸一下 刚刚 这里还有小洞 注意别掉下去了 好吧我不敢去 这边也有 算了我不去 我也不去 还是 生命安全最重要 哦这里可以看 哇塞 哎呀有点下来呢 算了终于到顶了 感觉 这个喉咙都 快烧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边还有人飞无人机 不是不让飞吗 对啊 这些地方别人写的 明确到大门那里写着 不让飞无人机的 不让飞 咱就不飞 拿都没拿起来 还是要遵守这些东西的 对吧我朋友们 感觉人都快昏倒了 起码休息半个小时 咱再下去 嘿 喂 他不让飞